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是白电风的高发和高复发季节 云南白药提醒您 请收看本期中华医药抗击白电风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中华医药 白电风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皮肤病 它的特征是皮肤色素脱失 就是皮肤上长白斑 白电风可以发生在任何年龄段和全身各个部位 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 白电风除了影响外观之外 基本上对身体没有过多的影响 其实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误区 白电风发生常伴有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 带来的可不仅仅是外貌的变化 更有可能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命 那么白电风的病因究竟是什么 我们又该如何防治呢 欢迎收看今天的中华医药 观众朋友您好 这里是中华医药 欢迎您继续收看 首先欢迎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做客的两位专家 欢迎张教授和王主任 欢迎两位 张淑媛 武警总医院皮肤科员主任 北京市中西医结合皮肤病疑难会诊中心副主任 主任医师 中国白电风诊断和治疗标准起草者 擅长多种皮肤病的治疗与诊断 王贵珍 北京市中西医结合皮肤病疑难会诊中心皮肤科专家 副主任医师 擅长用中医治疗各种皮肤疑难疾病 欢迎我们健康问诊团的嘉宾朋友 欢迎大家 首先要请大家来看一组图片 我们大家一看到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是明星 美国著名的歌手迈克尔杰克逊 我们看到有三张图片 我们看最最最最左边的这个 是小时候一张照片 黑色的皮肤 到了这一张的是中间这一张有一点变化 然后但是到了这一张就全部都变白了 我先问问咱们这个问诊团的嘉宾朋友吧 大家有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 我觉得他应该是皮肤漂白 漂白是吧 一种时髦的是吧 时尚的 还有吗 我觉得他可能是那个白电风 哦 是吗 对 你是猜的 对猜的 猜的 我们听听张教授来跟我们讲讲 他有几个月突然不演出了 所以舆论哗然都猜的怎么了 所以他出来澄清 他得了白电风 他后来就是漂白的 张教授 我们的答案 说是这个美国著名 患有白电风 这也是我们这一期要关注的一种疾病 就是如何防治白电风 这样我们下面先一起来看一个短片 来了解一下人为什么会得白电风 郭浩宇家住北京 今年21岁 是一名大三的学生 三年前 正当他全力以赴准备高考的时候 白电风竟然悄悄降临在了他的身上 令他猝不及防 就是因为是那年是没考上大学 然后是复读了一年 压力特别的大 然后是我们同学有些 就是中车了 回学校的时候他们说你的眼睛上怎么那么白 当时有人说是雪 春天到了可能会起雪 当然他们就那么说 但是我人比较就是心重 走了心了 然后上卫生间这样有个镜子 我一看就是就跟鬼子的皮肤两个颜色 大吗 当时面积不是特别大 但就是眼睛周围 大概有多大 大概也就 大概这个这么大吧 就是周围有一点 那么郭浩宇为什么会得白电风呢 是家族遗传还是心理压力太大 或者是由别的原因导致的 就是因为上网查过很多案例嘛 然后人家说就是白电风 像这种白电风是血液病 它是有遗传性的 可是我们家网上导几代都是没有这种病史的 所以就不会是遗传 肯定是我自己自身就是因为高考压力大 然后也睡不好觉 就导致心情特别的差 所以就可能就是慢慢就突然间一下就这样 对 短片里面这个患者郭浩宇 自己给自己的这个白电风的这个病因 做了一个判断认为自己是因为压力太大 高考压力太大 是这样吗 张教授 这个白电风啊 我刚才一开始讲了 白电风发明因素 国际上给他的概念就是遗传和环境因素造成的 诱发因素 一般现在国际统计公认的三点 第一 心理或者说心情改变 就是心理压力 占42% 创伤和感染占30% 遗传28% 这个小伙子呢 因为他自己讲了 是吧 高考没考上有压力的 这个例子非常多 家长就是一句话 清华北大 北大清华 整天给孩子灌输这个思想 就是说 这就好像就是有的心理学家说了 你老给他一个标准 就会能激发到他的什么原动力 结果孩子呢 他想不到了 这原动力把孩子没压好 是不是 我们这就说开的汽车 他还都不同品牌呢 人的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 12年这个9月1号刚开学 因为这中学开学了 我们现在来三个学生 一个男孩俩女孩 三个人同事都来我这看白电风 那女孩子最从小就喜欢练武术 他在我们那看 他是阶段性白电风 从脸到身上 他这个躯干 几乎就是单侧的躯干 有80%是白的 但是他三个月以后就去掉了一半 另外我说那男孩子 那男孩子又瘦又弱 他就很少在那说话 第一他身体素质不好 第二太要强了 是不是 没考上青蛙伟大了 白电风 第三个姑娘 那姑娘已经治好了80%了 大概半年是八个月 他头一次对我笑 我说宝贝啊 我都给你治好80%了 我都没见你笑过呀 他咧嘴笑了一下 那笑太值钱了 马上又收回去了 像他这么严重的心理负担 他一定排在最后 我跟他妈说 我说你放心好了 你这孩子我保证百分之百我给他治好了 要不治好了 我这姑娘明天非出点意外不可 就是心理很关键的 这心理压力造成了 我说这三个学生 最后一个考内蒙大学 一个沈阳药学院 一个安徽理工大学 谁没考青蛙伟大 第二个创伤 我见到很多小伙子 我也是遇到三个小伙子一块来的 三个摩托车 摩车手 开摩托车的 飙车是吧 他们讲飙车 飙车也不看路 三个全是摔倒了 摔倒的疤痕上 长白电风 小鹿小夏和小吴 都是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就是喜欢摩托车赛车 三个人经常聚在一起飙车 剩下八月的一个夜晚 他们再次相约郊外 像往常一样 骑着摩托车 在空旷的马路上 风驰电掣 享受由速度带来的刺激和快感 可惜这一次乐极生悲 他们摔倒受伤被送进医院 伤好之后 又发生了一件令他们震惊不已的事情 在受伤的地方居然长出了白电风 像这样的人治疗起来反而困难 为什么呀 他这个创伤性白电风和遗传有关系 遗传28% 韩巧蕾家住河北邯郸 今年15岁 是一名中学生 两年前 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身上长了白斑 韩巧蕾正值豆蔻年华 和所有的女孩子一样爱美 所以他马上到当地医院进行诊治 但病情并没有得到控制 一开始我也不担心这个病 因为我也不懂这些东西 但是后来妈妈带我去过很多地方去看 然后也没有好 然后而且发展的特别多 也没有控制它 然后我就开始慢慢有点担心了 因为毕竟是长在自己的身上 然后主要是还有一个 我担心首先我要考试 然后初三了嘛 然后又要考试 另外一个就是家里条件也不是很好 我担心爸爸妈妈会因为我这个病 因为确实从发病到现在花了很多钱 然后又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 然后我担心爸妈会被我给拖累 2015年4月 韩晓磊来到北京 到专家门诊就诊 他的心情很忐忑 不知道自己的白电风能否治愈 他就这跟遗传有关系 我刚才讲了 有遗传不一定发病 但是你有遗传因素在里面 你就自己一定要注意 我在哪一次跟人家讲座 讲了这个 就是我们的家长 如果有白电风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孩子 就说你的孩子有遗传基因在里面 从小就要注意防晒 注意给孩子一个宽松的环境 培养孩子有一个健康的心理 即使你有遗传因素在里面 如果你有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 有一个好心情 你一样不发白电风 那下面我们请两位教授 再跟我们讲一讲 就是这个白电风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 中医诊治白电风 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主要是还是因为素体虚弱 情致内伤 甘于气质 气血失和 皮肤失痒所致 从概念上说 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 造成色素细胞 不能正常的发挥功能 或者死亡 造成局部或全身的色素脱失 叫白电风 一次日光暴晒 一场失败的恋爱 都有可能使你遭受白电风的袭击 那么如何抗击白色病母 云南白药提醒您 请继续收看中华医药之 抗击白电风 刚才张教授跟我们讲了 这个医学界对这个白电风 是怎么来定义的 其中有一个词叫色素脱失 我们这色素颗粒形成 要有58个环节 就是太阳晒 然后再加上络合酸 然后结合在一起 我上次跟人家讲了 就像我们树植物的光合作用 光线和液氯素合成光化作用 产生淀粉 产生营养 我们这鹿氨酸的合成和它是一样的 紫外线加鹿氨酸 然后要经过多少个环节 才能产生这个黑色素颗粒呢 要58个环节 其实我们看不见 但是在它这个身体里阳光照了以后 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 它就产生了这么多关系 这58个环节 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都会造成白电风 我们刚才讲了三条是诱发因素 就它本身来说 化学因素 我们经常有的病人一说 这手有点什么毛病 就带个橡胶手套去干什么 这个绝对不好 没病都会出来病 是不是 橡胶本身就是化学产品 而且它里有很多的添加剂 我们知道有橡胶工人 尤其那么水产工人 我就见过这样了 穿着橡皮围裙 我们知道橡胶里面含硫 是不是 这个硫 就会刺激我们的皮肤产生 化学性的素素措施 而且这种措施是永久性的 所以如果你要有遗传基因 所以你就不能选择这种工作 这是我们说的化学因素 物理因素也多了 晒阳光 日晒会出现白颠风 日晒会出现日晒斑 我们很常见的一个海水皮炎 海水皮炎造成的尾霉毒白斑 我们有的叫海水白斑 是吧 最开始叫尾霉毒白斑 后来这个名字不大叫了 为什么 因为叫这个名字很容易产生误会 对 我遇到这样一个例子 那时候我在三一大当皮肤科 那时候当教授 来了一个西安的讲师 就是因为他们当地的医生 给他诊断了一个尾霉毒白斑 美国大使馆拒签 然后西安拒签了 你在西安再找教授 不成了 就跑到我们重庆 我先说在重庆第三军医大学 我和我们徐杰芳教授两人 给他检查完了 专门写证明 证明这个和霉毒没有任何关系 就是日晒造成的 是吧 你看就这么一个白斑 就几乎断送了他的前程 我先来问问咱们健康问女团的 各位嘉宾朋友 就是大家你们的身边的亲人朋友 同事有没有患有白电风的 一个院长 他也是50多岁了 他手上脸上脖子上 全是那种白电风 我看他也一直想了很多办法在治疗 但现在好像也没治好 我们今天讲这个白电风 我不知道大家身边 如果有这样的患者接触了之后 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感觉 就是白电风这种疾病 给患者带来的有很大一部分 是心理上的这种不良的影响 因为它直接会反映在这个人的面貌上 所以这样的外形上的这种变化 会给这个人直接带来心理上的影响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听一听 刚才短片中那个小伙子 在得您之后的感受 当时外加上你在考在复读期间 本来就是学院上压力就很大 然后你自身才有点什么毛病 因为年纪小 所以正直就是在正直青春上 你突然间发现自己皮肤上有点什么病 心情就瞬间就感觉自己就崩溃了一样 就感觉好像说像天塌了 就崩溃了 就那种 你回家有跟爸妈说 对 当时就跟爸妈说 当时看完的时候就自己往医院走 什么话我还听不进去 就我就在想为什么会是这样 就那有将近一段时间 就基本整个人就傻了一样 就真的是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这样有多长时间 这样差不多得持续到我临近高考的时候 想问问两位专家 在临床上有那么多的白颠峰的患者 除了他们表现出来的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 心理压力之外 有没有一些比较给两位留下印象深刻的 比较极端的一些案例 要自杀的 有闹离婚的 还真有离婚的 离婚的很多 还有那个 我们有个例子的小女孩 赤丰的 要结婚了 婆婆死婆不同意 没办法了 最后全身白颠峰 到了我们那 六个月全部治愈了 过了一年她又来找我来了 她说院长 我又 我说你怎么又来了 她又发了 我说没关系 我说什么原因 对象还是没长着 马上三十岁了找不到对象 对于女孩子说 农村女孩子 肯定是压力 我有个患者是一个研究生毕业了 他因为长到面部 他去面试 实际上很优秀的 他是一个博士生 毕业之后就是已经长到面部 因为他学习很紧张 一直在考试 考试 一直在考试学习 就这样 没有时间去治疗 得病五年了 最后毕业的时候 因为就是脸上有这个白颠峰 面试都没有过干 很沮丧 很沮丧 自己觉得 你看我白学了这么多年 真有跳楼的那种感觉 自己说就想跳楼了 活在世上没意思 我这么努力 这么拼命 这么想去学习 觉得自己很强势 但是最后的结局 却让他心里很痛心的 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这个也跟我们的社会环境有关系 我们应该做的这个宣传 今天杰克逊是不是 白的照样是世界的歌王 是不是 他照样在台上 有个加拿大的模特 突然间就白了 而且算发型的 结果人家 欧美的国家很容易接受他 认为他就是白颠峰的代表 结果他一下 就因为白颠峰成了全世界的名模 尚特勒布朗阳 是美国的一名职业模特 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 从小患有白颠峰 但他没有因为病症 停止追求美丽的步伐 在2014年全美超模大赛上 19岁的布朗打破传统审美 成功几近四强 斑驳的皮肤成为他个人新名的印记 我有很多朋友 白颠峰 是吧 白颠峰没什么关系 白颠峰嘛 是不是 人家一生个病嘛 人家看得见了 就好像看得见的缺点 这就可以克服的嘛 是吧 要更多关注 要让自己放松这个心情 无论是对于疾病的痊愈 还是未来自己的生活 都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我们现场来了一位患者 叫张迪 哪一位我们认识一下 你好 来请坐 我觉得姑娘很好啊 你给我们讲讲你的情况 像刚才就是短片里放的 那个学生一样 我也是就是当时考学的时候 也是 考大学 对 也是就是当时学习压力大嘛 然后也是得了这个病 我当时就是长在了面部 就像刚才张远长说的 我当时也是就是想自杀 想跳龙的其中的一员 当时就痛苦到那种程度 对啊 你看刚才片子里面说男孩子的心理压力都非常大 对 何况我还是个女孩子 然后还长在了面部 嗯 当时也是那样的心情 极度崩溃 嗯 然后经过治疗 嗯 非常好 嗯 多长时间 治疗吗 对 嗯 三个月吧 三四个月 哦 嗯 也就是说是呃发现的比较早是吗 得病时间不短 八年了吧 得病时间很长很长 嗯 哦 是在是在考大学的时候 对 高中的时候 对 然后当时没有去看医生 看了看了很多地方 嗯 因为一直没有看好 一直没有效果 那呃 有多少年 刚才讲 八年 嗯 对 八年 哦 那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坚强 非常乐观的 也是在后期慢慢转变吗 因为我觉得那个痛苦啊 有的时候我们呃 总是会讲一些说放松心情 不要有那么大的心理压力 一定会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的 但是有一些话确实是说起来很容易 但是真正搁到自己身上 做到非常非常的困难 这个真的无论男女啊 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非常让我们 钦佩的 非常坚强和乐观的女孩子 所以我们为你鼓鼓掌吗 我觉得真的很了不起 啊 现在是全好了是吗 嗯 对 基本吧 嗯 嗯 我们现在看好像是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 就在这个面部吗 这边有一点点深 嗯 对 是吧 嗯 嗯 已经很好了 也在恢复期 嗯 现在就是说慢慢的 像这样的情况 两位专家 他是可以全部恢复很正常的颜色吗 因为我们今天看这边半边有一点点的那个 有点色差 会吗 会继续治疗 会吗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这个色差会越来越小 嗯 白斑是白电风的重要标志 但是否身体上只要出现白斑就一定是白电风 白电风它对于我们的身体有没有致命的伤害 云南白药提醒您 请继续收看中华医药之抗击白电风 嗯 那么我们谈这个白电风刚才讲了很多就是关于精神心理方面的这种压力 嗯 有一些人会这样认为说这个白电风其实仅仅是给人容貌外形上带来了一种变化 而对这个人的身体是没有什么多大伤害的 这个显然应该是不对的 是吗 对身体应该是有实质性伤害的吗 白电风 有的表现的是白斑 这个白斑有的可能就是色素细胞受到了损伤 现在的科学研究已经发现了八百多个基因 这八百多个里面 它很多和我们一些其他的疾病是重合的 在白电风 因为它这个易感基因 它是一个交叉口的基因 所以它有的时候可能向左走是白电风 向右走就是其他疾病 最常见的第一个甲状腺机能障碍 三个白电风就有一个一定是甲状腺机能障碍 第二位恶性贫血 第三位糖尿病 糖尿病太多了 是不是 很多糖尿病的人会出现白电风 所以你这个时候要查 你就一定要治疗它原本病发的疾病 这个非常重要 像内风性关节炎 硬皮病 皮肌炎 红斑狼疮 很多这样的疾病都会诱发 有些国家 你得了白电风 包括牛皮选 如果你手诊白电风和牛皮选 先查艾滋病 什么意思 就是艾滋病的病人 有的首先去看病 不是说它有其他症状 首先的症状是白电风 或者是牛皮选 你艾滋病也出白斑 它不是白电风 你把艾滋病治好了 它白电风就好了 如果艾滋病现在好像还治不好 那这人白电风绝对好不了 有因果关系 我老说了 我们皮肤是什么呢 皮肤是马路 我们的内脏就是我们住的房间 工作的房间 我们看了外边也一定要兼顾到里面 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白电风都有哪些治疗的方法 白电风我们常用的治疗方法 就是中医西医结合起来 常用的西医治疗方法 头一条是调整免疫 还有一种常见的方法 就是光化治疗 光化治疗现在国际上不太主张用了 过度的光治疗容易造成皮肤癌 所以这个方法要慎重 另外一种常用的方法 就是色素移植 这个方法在全世界都在用 非常成功的 咱们的中医治疗白电风有很多方法 像中医的针灸 有中药的小离子加渗透疗法 也有中药的离子浴 咱们还有中医的按摩 还有中医的就是艾灸 还有咱们通常用的中药 还有咱们就是很 一时很悠久的这个梅花针的 我们中药西药一块用 所以我们这个效果要比别人要好一点 我们讲了这么多 这个白电风的治疗方法 下面我们要通过一个短片 来了解一下前面那两位小患者 他们治疗的情况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郭浩宇从发病到现在已历时三年 因为家住北京 所以他一直在离家不远的一家皮肤病医院治疗 现在不仅病情得到控制 身上的白斑已基本不见踪影 接近痊愈 然后在这看了差不多不到两年左右吧 其实都不到两年 一年多 然后我就已经就开始就是慢慢的恢复了 韩习宇从发病到现在也历时三年 病情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 今年四月 他从老家专程到北京接受治疗 病情很快有了好转 然后我就感觉这个颜色变强了好多 这已经看到很大的效果了 国际学会的统计文献 一年内的白电风治疗率70% 那很高 我们有中医 所以我们有优势80% 加上10%的治疗 那么90%可以好 所以得了白电风的人 你不用发愁 但是一定不要误诊 误治 误视 刚才两位专家都给我们讲到了 这个白电风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症状 就是白斑 那么问问大家 就是如果要是看到了白斑 大家会认为它就是白电风吗 我觉得是的 就是只要看见皮肤有白斑的地方 您就会认为它就是白电风 是吧 是的 我觉得不一定所有的白斑 都是白电风 刚才那个姑娘说了 是吧 看见白的就是白电风 很多医生都这样认为 皮肤专科医生 我研究白电风研究几十年了 就是这个 一看到白斑 白电风 就开药就走人 很多地方也不检查 是不是 就看一眼 实际上真是不对的 这点我要讲 这白斑 在我们这个医院里面 能见到白斑的常见疾病 有六十种 这最少的 它的一个重要症状 就是白斑 但它不是白电风 我们有个著名医学家 西伏克拉底 是吧 大家都知道 医生誓言 西伏克拉底 他在最早的记录的时候 他就把麻风和白电风 继承一个病 因为那是两千多年前了 正常 现在那是科学 跟现在不一样 我讲个例子 我们边上有一个空军医院 有营养师 他说我姑娘白电风 然后把她姑娘叫进来了 我说你这姑娘这个 不是白电风 他说我们这一年了 不是白电风 我说你这小孩 是严正白斑 最简单的一小孩长肩病 单纯抗疹 这根本不要治 他说我们这孩子 光胸腺五态都打了一年了 光这胸腺五态 一支北京一百七十八 一个星期打三次 这孩子一年 光胸腺五态打了多少 是不是 我说你这么治 你明天孩子眼睛都坏了 你用这药有的不对的 他说张院长 您说太对了 我这孩子刚从眼科过来的 你没看耳朵贴这么多痘吗 这就是为了治他眼睛的 我们还说什么原因查不出来 那么天是治白电风 吃药造成 我们很多人用光敏剂 白电风 我反对的 但是还不说 绝对不可以用 我老跟人病人说 谁 我们身体什么对光最敏感 眼睛 我老跟他们经常讲 我都说这个 比如晚上我们企业要去 去接小便 是吧 去排尿 有时候不一定开灯 没有撞墙的 为什么 我们眼睛有很强的暗示力 反过来说 他对光非常敏感 那么相反的 我们在治疗白电风的时候 用光敏剂 给病人用了光敏剂 一定要告诉病人 夏季的时候 要带折光镜 否则的话 你白电风治好了 把眼睛伤了 第一个 炎症白斑 是吧 第二个常见的 叫白点病 身上有小白点不太大 有的像那个 高鲁米链那么大 也许有的比它再大一点 像那个 像那个小乔麦皮似的 是吧 这种 我的老师给它 写个很好听的名字 我到处宣传 钻石 就说他长在你身上 就是你有钱了 意思什么呢 他对健康没有妨碍 这种 你按照白电风治疗 一点效果都没有 它是什么呢 皮肤萎缩 我们老了吗 是不是 我们跟 比如跟对面 我对面这年轻姑娘在一起 人家看着水灵灵的 我一看就落头了 为什么 我老了 皮肤开始萎缩了 我们老年人出了身上 出现三种病 是什么的呢 一个白的 一个黑的 一个红的 这黑的呢 就是老年班 是不是啊 老年班 我说这不好 过去认为老年班 咱们顺便说一句说 过去认为老年班 就是老了 没事的 不是的 现在科学证明 老年班 也有百分之一 癌变 要引起重视 老年班 除了能够让我们 引起警惕 你内脏 是不是长了什么 特殊疾病 第二条 红的 我们看到老年身有红质 是吧 这个没关系的 我的老师跟我讲了 这是宝石 老年身上有 我们不要去掉它 宝石 就等于身上长了宝石一样 就是说什么 它对我们身体健康无外 第三个贫血痣 很常见的 还有第四个 无色素质 也很常见 生起来就有 第五个 斑驳病 我也讲个故事 我们医院来过一个广西的女士 38岁 生下来三个月 她妈就带着她看病 父母不在了 姐姐这次带着她来看病 她姐姐52岁 我女士斑驳病 这个按白建峰治疗 我说你都治38年了 你还治 她说我全国除了西藏青海 我都跑遍了 她姐姐跟我讲 她说我 这是我老妹妹 你看 误诊了38年 还有一个就是白化病 白化病是因为 有的是近亲 结婚 遗传 是吧 这个咱们学人说的 那个月灵儿 她喜欢晚上出来 她因为她就没有 很少有色素 是吧 她眼睛也是白的 如果患上白建峰 是否吸烟与喝酒 都要绝对禁止 运动和静养 哪一种更有利于 白建峰的治疗和恢复 云南白药提醒您 请继续收看中华医药之 抗击白建峰 那我们再说到一些斑 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 比如说黄鹤斑 还有这个雀斑 再有蝴蝶斑 这些斑的这个形成 也是因为刚才您讲到 和色素细胞有关 雀斑是遗传性疾病 没有雀斑的人 可以说没有 多少而已 你看我们欧洲 尤其是英国人 它有一个种族人 满脸都雀斑 是吧 它就这跟遗传有关系 假如你爹妈雀斑多 你甭着急 你肯定长 只是时间而已 但是雀斑要注意什么呢 我这讲一下 就是雀斑有 小孩生下就有 是不是 这个正常的 如果老年人 突然间长雀斑 这个要警惕 这可能是雀斑样制 也可能是癌的前期 所以别看都是雀斑 长得年轻人没关系 就是影响你们点美 但老年人 我提醒 也要注意 它可能是癌症的早期 黄鹤斑 肝斑是一个病 对 因为开始认为就是女士怀孕才长斑 所以叫做认臣斑 后来发现这男的也有这个斑 这也不是认臣斑了 以后大家都管它叫根据颜色 黄鹤斑 按我们中医的理论 也叫它肝斑 对 它主要是干预气质来的 得黄鹤斑和蝴蝶斑 都是因为这个人 平时可能是心情不好 下面我们还是要请大家来看一个短片 要注意看 看完了之后 要有一个问题问大家 来 小张两年前得了白电风 他认为运动有利于白电风的治愈 因为运动可以增强体质 而同样患了白电风的小王则认为 得了白电风之后就应该静养 因为劳累会使病情加重 这个问题就是说两个不同的主张 一个是主张得了白电风之后要运动 要增强体质 还有一个是希望静养 大家同意哪个观点 我觉得是要运动 运动增强自己的体质 然后他这一块可能就抵制好 可能恢复起来要好 赞成运动的 有没有赞成静养的 我认为有落鱼结合 就是运动也要有一个度 是吧 静养也应该要实时的动一动 您的观点是这个 我们来再看一个短片来 郭浩宇原本酷爱运动 但在高考落榜之后复读的那一年 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学习 没有再上过运动场 考上大学之后 他恢复了每天跑步打球的习惯 病情很快有了起色 平时就爱打个球去个健身房 然后平常打球的时候 就基本都是用右手晕球 然后这些手的运动量 就要比左手要大得多 然后还再加上吃 这样讲这个重要调理身体 就好的确实要是比 就是不运动这些手 对比左手效果又大了很多 因为我这手现在就基本就 以前就没有什么了 右手已经没有了 对 然后你要是左手不运动的话 他就是恢复的比较慢 但是也是在恢复中 就没有左手那么快 这个我们先让张教授 我们确定一个概念 就是他两个手是不一样的 这个小伙子自己认为 老使这个右手 然后运动量比较大 所以恢复的就好 另外一只手运动量比较少 所以恢复的就比较慢 是这样吗 是直接和运动有关 绝对有关系 运动了血循环就丰富 血运丰富了 它第一带来的营养多 是不是 第二个 它废物带走的也多 所以我觉得这运动一定有益 主要是要提高自己的身体的素质 其实中医有一句话叫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就是服务自己的正气 下面还有一个要问大家的 来看一下大竹目 抽烟和喝酒 这个问题就是问大家 换了白天丰这种病之后 这两个行为 哪一个是绝对禁止的 抽烟应该是绝对要禁止的 抽烟是绝对禁止的 有其他的答案吗 我觉得喝酒也应该少 张教授来跟我们讲一讲 为什么 抽烟影响微循环 这是公认的理论 我们刚才讲的 为什么枝端性白天丰难支 天高皇帝远 这是枝端末梢循环 所以你抽烟的人 微循环一定差 这影响 这绝对要禁止 有的书上说的烟酒都要记 这个酒 少量用一点 我觉得有益 咱们刚才说 运动有益健康 血管扩张 你少量喝酒 它也扩张血管 我们中药不有药酒治疗吗 我觉得这是对的 但是你别喝太多 喝太多 反而是伤 就可能我们在身边 或许我们会碰到这样一些白天丰的患者 这样下面我们就考考大家对这个病了解多少 我们先把倒计上来 来 现在大家每个人手上都有一个人体模型 还给大家发了一支彩笔 下面就请大家来画出白天丰出现在什么位置 大家都已经标注完了 放在这个地方 下面我们请张教授来看一看 各位嘉宾画这个都对 这个白天丰好发什么部位呢 全身上的任何部位都可以发 所以你们画哪都画得对了 就是没有画全 我先这个让大家看一下 这是哪位先生 你是这位先生画的 他画的这个叫截断性白天丰 就是我们人从中间画一条线 半个身子发 就是出现色素减退 变白的 这种就叫做截断性白天丰 白天丰分两形 国际上截断性白天丰和非截断性白天丰 我们国家的分形标准 叫截断性白天丰和寻常性白天丰 还有一形是现在国际上新提出来的 在我们国家分形标准里没有 叫什么 粘膜性白天丰 这粘膜性白天丰顾名思义了 就长在嘴唇上 嘴唇是白的 还有呢 就是男士的这个包皮龟头是白的 女士的外阴白的 两位专家今天还给我们带来了一套操 叫经络保健操 要保护我们的经络 保有健康 下面我们请这个护士小姐来上来 来带领大家做一下 轻轻地晃动 跟刚才那个动作是一样的 掐着 就是 大概就是掐两到三下 来 下一个 来 来 来 感谢观看